中楚红 左拥周润发又爆张国荣 这是华语电影史上永远不会再有的尊宠了 有幸得到这份尊宠的便是中楚红 中楚红 远及广东省 博罗县石湾镇 西浦村 1960年2月16日出生于中国香港 有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父母经营 小本女装生意 以此来养活 六口之家 生活的窘迫 可想而知 中楚红从11岁起就充当父亲的帮手 协助他管理账目 稍大一点 他又像男孩子一样 边读书边打工 以此来撇补佳济 1980年 与周润发合作 出演许安华指导的胡岳的故事 饰演一个名叫沈青的越南少女 而成名 1983年 平薄荷咖啡提名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1987年 凭借秋天的童话提名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1989年 帮我闯天涯提名 第25届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 1994年 钟楚红正式吸引 从影11年 拍片60部 1980年 钟楚红在拍广告时 结识了广告台子朱家鼎 自此 一与娱乐圈绯闻绝缘 二人拍拖4年 于1991年 在美国秘密注册结婚 当初两人 协议不声誉 之后 钟楚红专心 做少奶奶 结婚16年 一直恩爱如希 2007年朱家鼎 因结肠癌 英年早逝 那一年 钟楚红47岁 无儿无女 如今 59岁的钟楚红 还是单身一人 有人劝他再婚 他说 曾经拥有 这段婚姻 已经很完美 有谁比他更好呢 我本身也不容易 忠意一个人 真爱 一次就够了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 字幕志愿者 上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